白雪矮矮放眼望去一片银白世界 寒流来袭中国各地降下大雪 东北黑龙江省木河市气温更在48小时内 像溜滑梯一样骤降19度 达到零下-43.5度 甚至出现整座城区被冰雾笼罩的极端气候 今天冰雾特别大能见度不如100米 为了因应极东气候木河当地特别强化供暖系统 确保民众能温暖过冬 看在河北青黄岛市 山海关谷城区的民众严厉 却是羡慕不已 因为他们面对激动天气只能爱人受冻 原来山海关谷城区2019年起就全面禁止燃煤 今年冬天更因为环保管控升级 连柴火也不准烧 偏偏功能系统效能差 室内温度升不起来 24小时强开了一天一会儿也不能歇的 飞电了 烧不起呀 就算使用电热弹含电暖气有补贴费用 但金额有限 高额电费还是让民众吃不消 冷到不行的民众束手无策 只能全身包紧抵御寒冬 今年可能倒了的话 我说说又比较严重了 当地政府为了让空屋检测数据好看 也没禁止民众烧柴燃煤取暖 却又没拿出相关配套措施 没法过暖冬 恐怕只会让民怨继续升温 三连新闻 为人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